大家好 今天是2月10日 星期三 也是鼠年 最下一次跟大家做一個 收市的分析 先跟大家八個早年 祝大家牛年 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股運當然亨通 看看今天的市場 有一點驚喜 因為指數高開320點後 去到29,794 之後整顧完後 逐步向上推升 直到現在3點半 最高見過30,47點 即是在先低後高形態主導下 市又再進一步向上 重了今個月的新高 由1號的低位 28,382點 去到今日的高位30,47點 技術上今個月的波幅 已經有1,665點 但是由於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 不應該在八個交易天資內出現 即是只要先低後高形態 更加高的市數仍在後面 移動線方面的走勢大致平穩 唯獨是10天線 就要少少跌穿20天線 不要緊 既然市場咬住3萬點 我相信過去一兩天 10天線會慢慢走上20天線 過年之後 新經濟股當然是當道 但傳統南走 我覺得應該開始稍微做好一點 如果大家不妨留意的就是 包括匯控 中移動 另外新經濟的阿里巴巴 其實這個股價都略為偏低 買少許問題不大